中国那些令人骄傲的地方,看完让人热血沸腾。 中国有句古诗叫做《不使庐山真面目》,只原身在此山中。 这句是用来形容某些国人真是恰到好处,身在中国天天埋怨这不好,那不好,总是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远。 其实他们是没对比就没有伤害,不出国就不知道中国有多好。 首先,中国比起外国来说很安全。 大家都知道美国枪击案品发,很有可能出去溜达一圈就被人一枪崩了。 你还死得不明不白。 据统计仅2016年,美国就有15,039人死于枪击,30,589人在枪击中受伤,更痛心的是很多伤亡者都是不足12岁的儿童。 而在中国,很多城市夜生活十分丰富。 大爷大妈可以伴助时髦动感的音乐大跳广场舞,年轻人更是可以深夜K歌,撸串嗨到两点。 。 丝毫不用担心安全。 。 中国全国的命案只有万余起,命案率近10万分之0.6左右,许多第11年到头没有发生一起重特大案事件,全国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比2012年下降40%以上。 。 在印度,女性晚上根本不敢出去,印度女生来到中国后景旗的发现,晚上十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外出还很安全,因此,更有不少女性称想留在中国发展,不想走了。 。 。 在各大机场、火车站,的铁站的安保更是做得相当好,随处可见武警在站岗直勤,近站的安检也是相当严密,要知道,很多国家的安检几乎形同需设好吗? 。 其次,中国地带五博,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 人生在世,吃喝二字。 中国是吃货的天堂,八大菜系就不说了,集种锅、火锅、干锅、汤锅都够外国人喝一捆了。 。 。 各种小吃更是数不胜数。 。 中国的旅游资源丰富,每个省都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风景。 。 五月格局特色,长江黄河贯穿全国。 。 北国风光,江南水乡,阳光沙滩,中国的景点跨越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新玩法。 。 。 第三,中国文化软实力日益增强。 。 。 现在学习中文已经是世界上最时髦的事,目前处中国、韩港澳台,之外,全球学习使用中文的人数已超过一亿,其中包括六千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以及四千多万各国主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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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几乎成了某些国家的第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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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特朗普的松女都能用中文唱《新年好,茉莉花了》。 中国的京剧,剪纸,旗袍也深受外国人的喜爱。 去年一部宣扬国威的《战狼2》火爆整个夏天,席卷了56亿人民币的票房,已进入全球影视前100。 今年春节一部红海行动再次点燃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这些电影的火爆提振了国民信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和能力,中国人也可以拯救世界。 最后,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形象显著提升。 一个国家最关键还是要经济发达,主权独立,在世界上有地位,说得上话。这一点中国做得很好。 中国用4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200年的路,40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向世界展示拿了当代中国的新形象。 抗震就在让世界领略到中国的众志成城。新四大发明让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中国还积极帮助其他国家的建设,比如在巴基斯坦建核电站,难以想象当年一个发电量还不到别人领头的国家已经给别人建发电站了。 有灾难和战争是中国更是择无旁贷,中国维和部队的足迹遍布所有有灾难的国家。 这一切都让中国的形象大大提升。